人越是没钱越要戒掉这12个臭毛病 否则你永远都爬不起来 现在有股歪风邪气 不能讲穷人富人 感觉提了穷人这个词就看不起穷人 一讲到赚钱这个话题就得挨骂 渴望财富并不丢人 穷人和富人的思维模式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通过观察和学习富人的行为习惯 是真的可以改变命运的 穷人之所以很难翻身 是因为他们父母在社会竞争中 已经失败了 能够传授给他们的经验都是错误的 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些习惯都得改 如果这12个毛病都改掉了 想没钱都难 你别着急骂我呀各位 先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第一个改掉死要面子的毛病 老话说的好 死要面子活受罪 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钱 还喜欢在亲戚朋友同事面前 打肿脸冲着一个胖子 害怕别人看不起你 其实这面子这个东西 这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这面子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挣的 只要你有本事 有身份 有地位 有钱 有名气 自然有面子 对于这穷人来讲的话 你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是要面子有什么用呀 第二个是 改掉炫耀的毛病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你去炫耀的 任何张扬都会招来灾户 只要你显卖就会人才两空 真正大车大物的人都明白 任何财富都是你人生中的过客 只有收起你的虚荣心 才能将财富牢牢抓在手里 第三个 改掉借钱度日的毛病 大家都懂得一个救急不救穷的道理 如果你这个钱不够花 那你就省着点花 或者想办法去挣钱 千万不要在这个亲戚朋友 同事之间是到处去借钱 那样做就只会让别人瞧不起你 别人会认为你无能 大家同样都在这个社会上混 这为什么就你养活不了自己呢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落魄 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做的就是默默的去努力 这第四点 改掉牢骚抱怨的毛病 有些人看到身边的人过的是风生水起 还有是开始心生不满 他心里就会想 这为什么不帮我一把 这真不够意思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人帮咱是情分 不帮那是本分 你可不能是心生怨恨 否则想帮你的人都不愿意帮你了 就算没钱 咱也要做一个阳光有尊严的没钱人 第五 改掉爱占便宜的毛病 有些人越是没钱 越是想着省钱 于是不由自主的 想占别人便宜 能蹭一顿是一顿 能算计别人一点是一点 时间长了就会给别人留下一种爱占便宜的印象 别人不愿意给你供事 贵人更是会远离你 得不偿失 第六 改掉爱抬杠的毛病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凡事只要能过得去 你就不要太较真儿 尤其是遇到那些让人糟心的人和事儿 没必要浪费口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凡事想争个对错 到最后 你赢了道理 却把贵人跟朋友整没了 你说这又何必呢 第七 改掉好高勿远的毛病 很多人就是这样 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工作不行 老板不行 行业不行 于是是经常性的 换老板 换行业 换完一段时间又不行 然后是再接着换 这就像你在挖井 你挖一会儿 你这换个地方 重新再挖 你什么时候能出水 到最后 你回头一看 你挖的挖的 这哪是井 你挖的 是遍地的坑 在这山望着那山高 只会让自己越混越差 第八 改掉爱生气的毛病 记住了各位 这脾气发多了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更会断了自己的财路 真正厉害的人 是根本不需要发脾气 往往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过去 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只有掌握自己脾气的人 家庭才会越来越旺 事业才会越来越成功 第九 改掉心直口快的毛病 常言道 看破不说破 面子上好过 尤其面对身边那些 是爱得子的人 所谓看穿不揭穿 讨厌不翻脸 面对微笑却心有防备 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 能做到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才是真正的高人 第十 改掉到处哭穷的臭毛病 不要把自己没钱 穷天天挂在嘴边 假如你逢人就说你特别穷 到最后你真的会变得越来越穷 这叫吸引力法则 运气其实是和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 记住了各位 你的嘴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这第十一 改掉爱极度的臭毛病 人之所以是变得越来越穷 就是因为是见不得别人好 你把这个目光放在别人身上 自然是没有精力关注自己的脚下 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 有时间嫉妒别人 不如立即行动提升自己 这第十二 改掉佛系躺平的臭毛病 你只有不断的学习进步 才能保证自己 不被这个急速向前的社会甩开太远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最好的投资是自己 最好的回报是知识 把吃和玩乐省下的钱 去买书 去学习 去找好的老师 一定要舍得在学习方面花钱 正是因为这你什么都不懂 才需要走最少的弯路 学习是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 这才是我们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由于这时间关系就不在这儿 一细说了 想知道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 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的 底层逆袭训练营来报名 现在只需要12元 就能参加9天的直播课程 在这第一阶课 我就会直接的告诉你 如何找到并利用自己的优势挣钱 报名成功后 还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是免费领取一本 财务自由之路 或者富爸爸穷爸爸 整版纸质书 注意啊各位 是免费给你包邮送到家 找不到的同学 也可以在学习资料里 看到领书和上课流程 并且在每节课后 还都可以领取一个超值福利 其中就包括 30个投资必备网址 Rent投资准则 14天的听书会员 巴菲特投资总结 知识地图等等 九大福利哦 终于补给你帮忙 我可以帮忙 感谢观看